周某换上了网购的外卖员衣服后 便在小区门口开始拍摄一条 女外卖员在马路上痛哭的短视频 你如果买不了的话已经差评投诉了 外卖员爬泰山送键盘跑腿费500元 深夜外卖姐姐送餐 下楼发现车被偷了 实际上这些是部分的网络营销号 和网民编造的骑手人设的苦情剧本 网购平台上一些商家售卖所谓的 外卖骑手工作服 直言有客户买来拍短视频用 更有网友爆料 扮演外卖骑手拍摄短视频的报酬是100元 并且有固定的脚本 通过极端化的演绎 放大骑手在公众形象中不易的一面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样的卖惨视频为何又屡禁不止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新京报与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的热点评论节目 37号热线 外卖骑手规模庞大 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中 是大众关注度高的职业群体之一 在短视频平台呢 有的骑手会在工作之余拍摄跑单心得 避坑指南分享给同行 但是呢 也有部分的营销号 通过虚构骑手身份 编造过程的